与天气一同升温的,当然也少不了火热的婚恋新闻 本周一,男泰选官宣正在恋爱中 女友是歌手张在仁 两人是相差三岁的年上恋 男泰选自2016年起就和郑立元评传绯闻 张在仁是他公开热爱的第一位女友 张在仁是Superstar K2的人气选手 和同届的江生润关系非常不错 比赛之后,签约音乐公司专注唱作事业 两人相识的契机是一档TVN的唱作人情感节目工作室 在录制过程中逐渐产生好感,综甲情真 男泰选主动曝光恋情后 韩国吃瓜分为两派 一半是祝福,一半是质疑 质疑的是,这档节目5月1日播出 无论是电视台偶一人 这个时间点难逃炒作之嫌 其次分析工作室的这档节目 以异性唱作人合作作品 搭档的过程中培养感情为主题 模式本身和Mnet素人舞蹈交友节目Somebody 逻辑相同 之后KPS2于今年3月播出的合唱 尝试过明星合唱交友 参演者之一也有男泰选 而悉数男泰选的综艺经历 工作室合唱之前 还有惊险的亲家练习 可谓明星情感交友节目的常驻生力军 也正是亲家这档节目中和张杜妍的假想恋爱 令男泰选人气极深 一举摆脱了从YG退社 从Winner退团遭受的种种负面评价 各国演艺界的感情观普遍开放 男泰选的恋情也确实为节目预热起到了很大作用 微博鲜红的工作室 真CP假场景 势必会为观众提供不一样的观看体验 一如当年我节那一堆堆真假参半的商务情侣